来建国吗 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在台湾这个地图上面写的 台湾特区 他会怎么想 这个是汉林出版社的参考书 当中竟然有一章节 里面中国经济特区 就把台湾标示为台湾特区了 有读者就批评说 你是要让台湾的国中生洗脑吗 考高中就是用你们这个参考书 议员也是一直骂个不停 汉林今天就紧急的出面澄清说 这个错误的参考书只印了4000本 全面的回收之外 大家可以全额的退费 不然就退输 待到汉林参考书这一页 有没有看错 台湾什么时候变成了中国的经济特区 根据汉林出版社 96年4月出版的升高中参考书图表 居然让台湾纳入中国经济特区的一块 甚至还大大飙向台湾特区四个大字 媒体已上报 吓得公司赶紧对外澄清 大大的台湾居然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一部分 看在独派议员眼里格外刺眼 当昨晚知道报纸将刊登这张图表 汉林网站赶紧在晚上7点半更换这张图表 台湾特区立刻光复成了台湾 一家成立近50年的老牌书店 怎么会搞出这样的乌龙 再三道歉声称这样赢家满分图解试题的中国历史 只是个参考书并非教科书 编者是外部作者 南部教师洪斯文林博锦 是引用大陆文件才造成这样的错误 汉林是全台湾第二大的参考书商 仅次于康轩出版社 全台拥有80个经销据点 每年出书超过50万册 这次出错的4000册 出版社也感到很懊恼 强调读者可以原额推废或者是更换正确版本 中天新闻 国防树长正威 特别不懂